的确三毛在西班牙 而且他的丈夫和西大家都特别熟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潜力的一个 最起码读过他的书的作者真的是非常大 我不知道在座的除了拉瑞跟你们是一家公司 我不太知道他们的关系但是这个项目是拉瑞 反正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期望 因为他的书大家太熟了 尤其是女孩子经常是不断的看不断的看 好多人都一想起自己的这个爱情 就拿他这个三毛跟和西的这个爱情相比讲 我认为西班牙的这个男孩太可爱了 我认为他们在这一场上 我认为他们在这一场上 那那个编剧是哪个人呢 没有想过要请一位这个就是中国人一起合作来创作这个剧本吗 medieval 不会怎么样都很期待 我们这个论坛的时间 出讲的时候 这个时间差不多就快到了 然后呢再做了大家这个听有什么问题 我会议到你,我会议到你 我会议到你 mountaineers 我会议到你 grupo10 我会议到你 lithium通dió 这次有机会议到你 我会议到你 我会议到你 有还有很多时间 我会议到你 有很多次 我会议到你 我会议到你 来到你 我会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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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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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在这广角度上, 哪个类型的计划 我们可以做的 在这些困难上 我们可以做的 或者这些特殊的 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做做的 在中国的东西 而是可行的 我们可以给你 的电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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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导演Talentino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用这两个例子告诉各位 就是我们并没有禁止性和暴力 在电影里面 只不过就是我们希望它的 在一定的把握好这个分寸 所以不要过多的性格暴力 另外你说 关于什么题材选题 其实我们 所有的题材都是可以和东国合拍的 如果要说 有什么要提醒的 应该我不认为 有什么题材是不可以和东国合拍的 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我希望各位不要太担心中国的这个 对剧本的这个 对电影的审查制度 其实和拍呀 我们在立项的时候 中方会审查 中方的这个批诊机构会看剧本 如果一旦它认可了这个剧本给你立项 那么这个电影拍完呢 如果是按照剧本拍的话 不有任何问题 我做中外合拍的这个管理工作 已经征养了38年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还没有哪部合拍电影最终拍完的时候 没有被通过 没有的 所以请各位放心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杨先生的这个回答 我们的这个论坛的时间呢 就这个已经到了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嘉宾可能大家都很忙 这个有可以留下来的呢 可能大家在座的听众 还有些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跟大家 跟他们这个直接的交流 那现在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和大家的这个发言 国际核拍这个话题 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可以不断的这个大家在这个演讲下去 然后希望有很多的作品能都这样的出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听讲 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 将到这儿为止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可以在下面 那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画给大家 可以给大家到处跟这个嘉宾 如果能留下来的话 可以跟他们进行交流 好 非常感谢 那下午下面呢 这个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 中国之夜的一个酒会 的一个晚会 在晚上九点半 欢迎大家参加 然后在这里呢 等会儿是不是还有那个 一些酒会是吧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这个收拾休息之后呢 这个地方可以一直待到四点钟下午 下午四点钟 那么只要交流的人 可以继续继续在这里 欢迎大家 谢谢